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知识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特写景别 所谓的特写一般是指拍人的话 是指人的肩部以上 那么如果拍摄的是其他事物的话 我们可以说特写景别是指 只包含事物的局部 它往往是指进入了事物的外部轮廓线 只包含其中的一个局部 这是它的特写的画面 那么说到特写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图例 那么大家看这张画面 依然是著名摄影师陈曼拍的范冰冰的这样一个画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 如果前面的课程大家都跟着看的话 大家会发现范冰冰的这个造型 它曾经有一张中景的画面 也是陈曼拍摄的中景的画面 只不过在拍摄过程当中 大家会发现它也是几种景别都拍了一下 那么这张画面大家看 趋景范围基本上属于肩部以上 是一个大特写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大特写的画面 我们的注意力就会更多的 几乎是全部的投入到人物的面部的表情 去看人物的眼神 去感受它的内心的活动 这个时候它的肢体动作我们已经看不到 那么它已经不是一个在表现一个大动作的这样一个画面 那么拍人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特写的是拍的像范冰冰这样的取景的范围 如果拍摄的是其他事物的话 我们说它的特写一般是指包含事物的局部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这张画面 这张画面的题目叫做雪记 是传媒大学老的毕业生拍的作业 08级同学毕波当年拍的这样一个作业 那么这张画面拍的是当年中国的著名的科学家 钱学森老先生去世 去世以后 有一些民众去悼念他 去纪念他 那么他们在悼念钱学森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现场 拍到的这样一个女大学生 他手里拿着钱学森先生的遗像 拍了这样一个局部的画面 那么这个就是拍的一个特写的画面 突出这样一个细节的部分 那么特写的作用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点 特写我们经常用它来突出细节 那么在影视创作当中 细节是非常重要的 细节往往可以让人看到本质 可以让人看到情感 可以让人看到主题 所以抓到很好的细节会非常的重要 那么说到特写突出细节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画面是我们传媒大学老的毕业生 拍的这样的作业 04级的一个女同学叫耿飞飞 当年拍的这样一双老人的手的局部 那么大家看 通过这样一个局部的特写镜头 我们看到的老人的手 皱纹比较多 青筋比较凸起 这样的一双手 那么通过这双手 更多的让我们看到的是岁月的沧桑 可以让人们去联想 想象到老人的一生是多么的不容易 是一种怎样的一种人生的经历 那么特写的第二个方面 特写景别的画面 有一种透过局部看全局 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这样一种特点 所以有人讲 优秀的特写 它不是作用于我们的眼睛 而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 好的特写 它会有一种打动人心的这样的一种力量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那么这张画面大家看 拍的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当然这个是几年以前拍摄的普京的这样的画面 那么这个特写的人像的作品 曾经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这个画面拍的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 那么乍一看 让我们感觉普京面无表情 并不是喜怒心于色的 但是这张画面我们越看 我们越盯着它看 你越会发现 似乎你从当中能够读解出越多的这样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普京的老谋深算 你可以看到普京的胸有诚服 你可以看到他那种坚强刚毅等等 很多东西似乎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通过这样一个面部的这样一个特写的画面 可以让我们去结合普京的这样的经历 结合普京的这样的 这个所做的这样的工作 可以联想出很多的这样的内容出来 内涵出来 那么第三个方面 特写景别这种画面 它往往会有比较强烈的主观性 因为特写大家都知道 它是把一个背色对象的一个局部 给放大出来 切割出来 来给人看 它有很强的主观性 甚至有一种强制受众来观看的感觉 第四个方面 我们说特写景别的画面 在影视的摄影和编辑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它来做这种插画面 或者是转场 这是我们讲的特写的几个基本的作用 那么特写在拍摄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点我们讲 因为特写景别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所以我们在拍特写画面的时候 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 不可滥用 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拍特写画面 特别在影视摄影当中 在影视作品当中 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给特写的镜头 因为它容易引起观众的心里的期待 那么第二个方面 拍特写镜头的时候 拍特写画面的时候 有些东西是人们比较经常的 比较多的 把它用特写的方式来拍摄出来的 比方说人的眼睛 因为人的眼睛被称作 人的心灵的窗口 透过他的眼睛 人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内心的这种情感 和内心的活动 那么比方说 人的面部的表情 人们经常用特写来拍的 那么它可以直观地反映人的内心的状态 那么当然还有什么呢 人的手势 人的手 因为人的手 经常被称作人的第二张脸 人的各种内心的活动 内心的情感 甚至人的人生的这种阅历 人生的经历 都容易在人的手上体现出来 所以人们有些摄影师会经常的来拍 人物的手 以及他手的动作 它可以反映人的内心的活动 那么特写拍摄的 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人们经常选什么东西来拍特写画面的 把它用特写画面表现出来 人们特别喜欢拍那些 富有生活内涵的情节和细节 然后用特写镜头把它给强调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这种画面 它可以被放大 它里边所蕴含的这种情感的力量 或者是人生的哲理 也会被强调被突出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特写景别 处理当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然后在特写的部分的最后 我们还是来给大家再欣赏 那么两幅特写的画面 我们来看这张画面 这是陈曼拍的超级女生成名的林玉春 那么这张画面大家看 跟前边那个 我们看的其他的女明星的那种 走美丽路线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它更多的是表现的 林玉春这种中性的这种特点 而且表现了它这种小帅气的 比较阳光的 这样一个造型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这张画面也被用作了 李玉春第一张个人专辑 光荣与梦想的封面 也说明了李玉春以及他的经纪公司 对这张画面还是比较认可的 那么再看一张这样的特写的画面 还是陈曼拍摄的女明星 这个女明星是中国的名模叫吕燕 那么这张画面让我们看到 把吕燕的形象也是塑造的很鲜活 尽管我们说这样的两个明星的影像 跟前边的女明星的影像相比起来 并不是那么漂亮 并不是那么养眼的 但是我们说 她的鲜活的这种感觉 反而可能会更强烈 反而会更强烈 我们可以看到 把吕燕的这种开朗的这种性格 表现的很充分 吕燕当年应该说 是颠覆了一代中国人 对美的这样的概念 吕燕很多中国人会认为 并不是很漂亮 但是这样一个并不是很漂亮的姑娘 在当年一下在欧洲 拿了一个国际名模大赛的冠军回来 当时让很多中国人的这种审美观点 等于是为之轻浮的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这张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用特写的方法来拍 把吕燕的这种个性 这种特点拍摄的还是比较的到位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特写景别 特写景别有这样几个特点 它有利于突出细节 特写景别 它可以透过局部看全局 透过现象看本质 那么特写景别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需要大家特别的注意 那么在特写的处理上 我们说首先第一点 特写景别不可滥用 要有明确的目的性 第二一点 特写拍摄的时候 人们经常会把人物的眼睛 人物的表情 人物的手势 用特写画面来强调出来 那么最后一点 我们说特写景别画面的拍摄 人们经常会抓取那些 富有生活内涵的情节和细节来表现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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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